今天要煮很辣的东西 因为最近夏天嘛 喜欢吃辣的 觉得夏天吃辣的流汗很舒服 所以今天打算来煮久违的那个东西 这个是辣鸡面 好久没吃这个了 之前直播有煮过一次很好吃 然后最近有特价 之前在便利商店买一包好像69超贵的 然后这次是看到全差在两包有特价 两包75 所以就买了 然后我其实买了两个口味 我买了一般的跟两倍辣 两倍辣的我好像没有吃过耶 但是我有点怕怕的 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挑战这种辣的东西 我是平常都点大辣 我不知道我现在吃辣的程度跟以前比起来是有在进步的 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吃这个 还会不会觉得它辣 怎么可能要上次吃差点辣食 要不要再挑战一次 你们有吃过两倍辣的吗 我们今天先一步一步慢慢的 我们先从这个一般一般口味的挑战 好 两倍辣不行 可是听说两倍辣 其实没有到两倍辣耶 阿鲁五安 鞋子觉得好吃喔 哈喽小福 长大了变得更辣 辣米娜 哈喽天天 不想上班 五安 人品均五安 我的声音怎么那么可爱 因为我是米娜 永哥五安 哈喽奇尔 红色的辣辣 我们今天先从一般的吃起就好 我今天还没有吃早餐耶 我今天一大早吃这么辣的东西 你肚子会不会坏掉 哈喽丹鲁一许五安 Martin五安 哈喽草莓酱 火舞五安 贾鲁特五安 小凤仔五安 小姐今天休假 一休假就看米娜吃垃圾面 中午吃泡面 对啊 午餐重点是要吃得饱 所以先不考虑营养 要不要先喝点牛奶 我觉得可以 我先喝一点牛奶好了 谢谢新鲜柠檬的安全帽 那我要不要 我现在先把水煮滚 然后我们来煮这个面 不加点蛋吗 其实我想要加蛋耶 可是我怕 我很担心 加了蛋之后就不辣了 你们觉得要加蛋吗 加蛋是比较健康 那会不会加了蛋就不够辣 喝牛奶就不辣了 不是啊 喝牛奶是结辣 我现在只是为了 暖胃垫个胃而已 哈喽浩浩五安 所以不要加蛋 加蛋会变不辣 那我不加啊 我想要吃辣的 洛克五安 我太小看他了 这个我吃过 我觉得没很辣啊 只是吃完嘴巴 会变很红 很红是因为他的那个酱 不是因为辣 谢谢洛克的玫瑰 所以 茄子之前都建议错边 所以茄子是反指标 茄子说不加 那我就加 好啦我不想加 因为 听说加了就不辣了 还有加起司的话 应该也很好吃 但我怕加了也不辣 事先喝牛奶也会变不辣 为什么 可是去吃什么 大王麻辣干面挑战者 他们都会喝超多牛奶 可是还是很辣啊 加豆皮稀辣油 我没有豆皮 我先来 煮个水 烧个水 我要先 哈啰夜兰 今天好黄 Mina的幸运色是黄色 只要穿黄色 觉得非常的幸运 配糖浆就不辣了 糖浆要怎么喝啊 可乐也解辣 我不需要解辣啊 因为这个我上次吃觉得还好 但是我现在想喝牛奶 因为我 因为我 早上起床到现在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吃 我先喝一点牛奶 变个胃 喝一口就好了 好不好等一下会太辣了 到时候还需要牛奶 哈啰啪啪儿 奶豆牛午安 哈啰西宁 姐夫午安 水沙比尔山 仓鼠大逃杀 那是什么东西 可乐会更辣 我也觉得可乐应该 我觉得可乐应该没有解辣的效果 但应该也不至于更辣吧 看过很多吃辣的影片 结论都是牛奶是最能解辣的 不是因为橱橘是黄色吗 我很喜欢黄色啊 我从小最喜欢的颜色就是黄色 现在又黄又红 对因为后面在煮东西 今天的自然光好像很不错耶 看起来很凉 喝可乐应该会更嗨 真的吗 可乐的气泡在你嘴巴里跳 我叮叮叮叮 空腹直接吃辣好厉害 但我刚有喝了一口牛奶 应该够吗 一口牛奶够吗 会不会肚子痛啊 哈啰追踪太多都忘了谁是谁 午安 悬崖午安 今天没有吃面包 面包其实也蛮贵的 面包一个32块 这个泡面一包37块钱 这个应该更薄 而且最近好想吃辣的 因为每次去外面点大辣都不够辣 不够辣我整个人就不对 不对劲 希望他今天 我记得我上次吃他是没有让我失望 是不是 今天再挑战一次 谢谢扁原人追踪 这个很辣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还好 我不知道我吃辣有没有退步 还是外面的大辣都太小看我了 偶尔要换换口味 每天吃面包也有点腻 我现在又在挑战 一个星期不吃吐司 一口气吃三包 我这个可以吃三包 那你吃完一天的热量就没了 这一份就500大卡 吃三份就1500 500大卡还蛮多的 他要煮5分钟 太久没吃辣会退步 会啊 可是我不算很久没吃 我大概一个礼拜会吃一次辣的 马来西亚的辣杯面更辣 我好像有吃过欸 之前跟一个YouTuber合作的时候 我们有吃马来西亚的辣泡面 有很多种口味我很喜欢 而且大家都觉得太辣 后来就我把它吃完 谢谢不想上卖剪刀石头布 对今天是第二阶段的剪刀石头布 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今天下锅前 我会把拆拳拆完 如果忘记大家提醒我 我应该不会忘记 但我要正式要紧 我要先吃个我的早 早餐 早餐吃辣泡面 吃这个不能停下来 一停下来就会辣到爆 那我应该会辣到爆欸 因为我要边直播边吃 我跟你们讲话就会停下来 而且搞不好讲话讲一讲 欸呛到 吃辣的都 你呛到真的超痛苦的欸 你平常不吃辣 你喝个水呛到就已经要死掉了 都吃辣的呛到真的是 咳到感觉会 会往生 哈啰一凯五安 谢谢扁原人的kiss juju 这有双杯辣 有有有有 我有买双杯辣 只是我想说今天先从一般的吃起 谢谢新颖的玫瑰 可以的上次吃这个吃到快往生 要不要再挑战一次 要不要再挑战一次 今天超多人直播 今天是星期四 啊是因为是最后一天猜拳吗 大家都要拼猜拳 噴到鼻子超high 欸米娜吃东西沾到鼻子 脸颊 嘴角什么都是正常的 小事情小事情 我要边吃边猜拳了 其实还好啦 可以啊我可以边吃边猜 谢谢新粉的love 吃一次辣又痛苦两天 中和喵喵不要勉强了 吃辣我是觉得心情会很好 中午怎么那么多人直播 应该是会放暑假了吧 大家暑假 就可以中午直播 中午就有十个开直播很难的 真是一个美好的中午啊 一般版的对米娜来说应该小case 我不知道我很久没吃这个 有点怀念它的味道 谢谢熊熊的剪刀手铺 哈喽王子狗狗 王子狗狗无爱 谢谢原味师 我来追踪 我看一下水滚了 哦好像快要滚了 看一下哦 要煮五分钟 今天要煮这个辣鸡面 有心力肉无安 暑假快要结束了 对耶 九月份就要开旋了 现在对开旋完全没有感觉 这好难这样开哦 好像只能这样子吃 小米五安 没有我从旁边吃好了 哇这面那么多 我吃得完吗 应该可以吧 哈喽会香午安 在两周暑假就结束了 大家好好珍惜暑假 米娜吃这个有办法直播吗 可以啊我之前直播有吃过这个 我觉得还好 我只是今天想很久没吃 想要吃个辣 我吃一包就很饱了 对啊但是因为我早餐也没吃 应该可以吧 可是我发现我的锅子好像太小 这面进得去吗 可以进去一半耶 可是 怎么办 等一下 等一下我刚刚应该先把面凹一半再丢下去 怎么办 这锅子太小了 好惊慌哦 我的天啊 他说要煮五分钟 可是我已经丢下去我没办法对折 我刚刚发现不够的话 我应该要先凹一半 那我等等再转一下 好不惊慌 不惊慌 不惊慌 才没有惊慌呢 这小事情啊 小事情 没有筷子 没有 哈喽 露婷 煮面淹不过去是不允许的 有啦有啦它滚了下去了下去了 我 我要拿我的碗过来 你们不准再笑我的碗是哈姆太郎了 就是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应该有二十年 从我出生就有了 这不是我买的 是我们家一直家传的 当然我要积一下时间 足五分钟大概是二十三分的时候 先准备冰桶的冷降温 应该是不会 而且我今天已经先开冷气了 这样才不会吃到冒汗 传家宝 以后再流传给我的孩子 哈姆太郎爱吃啦 他溺水了 谁谁溺水了 没有啦这是干面不是吗 这是干面 等一下喔 他这个上面写说 锅中保留八汤匙的水 那我等下把它捞出来 再捞八汤匙的水进去碗里 看一下他的酱料包 好久没吃这个 看不懂 有准备鲜奶吗 家里有鲜奶 但是我希望我等下不会喝到鲜奶 可能会需要喝一点水 你会怕会口渴 黄色的是里面有加起司 对啊有加起司就不辣 而且起司我家就有了 以后会在仓鼠国的博物馆展出 仓鼠国博物馆到底要放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米娜家的古董文物 可以放我们家的那个宝剑 之前直播给大家看我们家 家传的宝剑啊 感觉又很贵 人家出生含着金汤匙 米娜出生抱着哈姆太郎的盘子 出生就注定是个仓鼠命啊 谢谢米酒安全帽 谢谢慧香Kiss猪猪 米月里 泡面不管干的汤的 想吃怎么样都可以 是没错啦 可是因为 他的建议的做法 是做干的 所以可能做汤的就没那么辣了 应该做干的会比较辣 五分钟了吗 还没 嚼一嚼看 不要吃那么辣 为什么 可是我很喜欢吃辣的 我喜欢吃辣的 我是辣妹 辣妹驾到 不要把娃娃音吃坏了 欸搞不好我娃娃音就是 就是吃辣吃出来 太喜欢吃辣 吃到嗓子都坏了 所以声音才变这样 本来应该是正常的 现在不正常 韩剑出生 太可怕了吧 这小孩就当武士吧 哈啰何景喵喵无安 多吃一点 Nina今天好黄 我其实很多黄色的衣服 圣诞梯也是黄色的 宝剑可以挪位置吗 不行耶 我爸爸说那个宝剑不能挪位置 因为好像会有影响什么 风水还是什么 然后而且他说那个宝剑 就是 就是不能随便移动 不然移动的话可能 就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是迷信吗 反正我们家那宝剑不可以动 波罗是不是不吃辣 不吃辣所以声音变这样 欸我不知道耶 波罗会吃辣吗 看起来就不会 可能有镇压什么 对对对有镇压什么 所以不能 不能随便 我喜欢吃硬一点的面 所以应该差不多差不多五分钟了 我把它关火 哇 期待 我把面拿起来 超多面的啦 这感觉是根本我两餐的量啊 为什么我觉得一包的面量比较多啊 之前买的是那种 直碗的 直碗的 OK 差不多了 这很多耶 为什么用那种直碗的泡 我觉得好像比较少 对 还要捞八汤匙的水 等一下 这汤匙太短了 是以前那种 便当盒的 这汤匙太短了吧 我待会我换一只长的 不然我就会 烫手 烫手汤鼠 八汤匙 一 二 三 四 五 啊 手好烫哦 六 七 哇 差不多吧 啊 烫烫烫 蛤 蛤 会太多吗 我的汤匙太大了 那赶快倒回去 这样呢 有一点微湿就好是吗 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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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蘿莉朗 午安 醬 醬 醬可以吧 我要加醬哦 等一下它好烫 它好烫 它好烫 我知道了 我们现在移架正地 我们回去我们熟悉的直播地 直播 因为它太烫了 我需要拿我的桌子 这样倒回几汤匙 不知道啦 等一下很烫 烫烫烫烫烫烫烫 等一下 我知道了 我要先把面拿回去 我先把面拿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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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移那个相机 我先把面拿过去 为什么要加汤 因为它包装上面写要有一点汤 可能是比较好拌还是怎么样 移动中 蛤 熟悉的位置 我刚才拿了我的桌子 米娜转场前要先跳一下 谁要帮我剪接啊 谁要帮我剪接 等一下哦 我先把桌子拿出来 再来半面 不然那个碗真的太烫了 移動好酷 有嗎 剛剛是男友旋轉視角 可是因為我家太小了 一下就走到了 等一下喔 我的醬料掉下去了 等一下 太遠了看不到 看不到留言 其實湯一點點就可以了 應該還好吧 我要加了喔 我再不加都乾掉了 趕快來拌麵 打不開 為什麼他打不開 救命啊 他打不開 為什麼打不開 我想吃麵 他的 要有剪刀 我現在超難移動 我被這個桌子困住了 我很不想移動耶 啊用牙齒咬了 開了開了開了 差點就用牙齒咬了 這個辣醬 我要聞一下 聞起來就是很一般的炸醬 聞起來並不辣 通常都是這樣吃之前說大話 OK 然後加這個 這包應該是有辣椒粉的東西嗎 我看看 辣醬全下 對啊 當然要全下 啊這包只是芝麻而已 芝麻而且還超少的 我們在家自己加芝麻都是加超多的 大家有看過嗎 之前我在直播煮麵的時候 家裡那個芝麻 一大罐都是直接 直接下去 半開感覺顏色都不那麼重了 其實我不是很會拌麵 她的芝麻我覺得太少了 她的芝麻我覺得太少了 水會太多嗎 我剛才水有流太多嗎 可是我有倒回去了 整碗那個顏色 這顏色看起來很辣 我覺得很好耶 看起來好像沒很辣 可能水加太多了嗎 欸你們聽得到音樂嗎 因為我發現我把我的藍牙喇叭放在那邊了 沒有拿過來 謝謝蘿莉拉 謝謝蘿莉拉 我的夢幻煙火 今天也沒有繳電費 你們聽得到嗎 不然我要去拿我的那個 我要拿我的藍牙喇叭掛 你們這樣聽得到喔 那應該還可以 不然我好難移動喔 這個是韓國辣雞麵 這是什麼牌子 是不是叫什麼三養牌的嗎 那我要開動喔 它的芝麻拌一拌都不見了啦 我先吃吃看 需不需要加別的東西 我覺得我麵是不是煮太軟了 它看起來很 看起來好軟 我下次煮三分鐘就好了 要小心那個後勁喔 要一口氣吃完 但是直播不行啦 我要跟你們一邊聊天 有辣有辣 好吃好吃 而且我覺得這個辣 很香 是好吃的辣 它會有一種 喉嚨裡面很麻麻的感覺 就比我 去外面店裡買的大辣 更有feel耶 難怪這個泡麵賣的那麼好 好吃 謝謝韓哥的高白氣球 而且你們看我吃一口 嘴巴就變 橘橘的 它其實是麻 對喔 我覺得好吃的 好吃的這個就是要 好吃的辣就是要麻 最好要有一點痛的感覺 一點點就好 但是太痛了就不舒服 雖然你們那時候快點吃 但我覺得很好吃喔 我會想要慢慢吃把它咬完 整個辣都 充滿我的嘴巴 再吃下一口 慢慢享受 它的醬是甜的 對有一點甜 謝謝蘿莉郎夢幻煙火 怎麼現在都不能都沒中啊 現在怎麼回事 謝謝漢漢的許願品 QQ 要吃到變紅 我剛剛吃一口覺得還好 通常好像 吃辣的應該要吃三口才會開始覺得辣吧 那我繼續吃 而且啊 辣的東西一定要趁熱吃 我有上網查過 因為東西熱的時候你的 辣覺得會傳遞的特別快 所以東西熱的燙的時候 你會覺得特別辣 然後忍掉之後就 傳遞比較慢 你就覺得沒那麼辣 因為我吃東西很慢啊 然後我很喜歡吃辣的 因為我之前就發現 我吃辣的東西 然後 一開始是覺得 第一口覺得蠻好吃 有辣 然後 吃到後面就覺得怎麼越來越不辣 我跟你講是不是因為冷掉的關係 然後我就上網查 然後發現真的 東西冷掉就會覺得不那麼辣 所以我要趕快趁熱吃它才會辣 冷的吃就會很油膩 對啊 所以我要趕快吃 不然那個麵的份量 對我來說很多耶 我平常吃一個麵包吃半個小時 這個麵應該要吃一個小時 我現在覺得越吃越不辣了 因為習慣了 還沒冷掉 現在還沒冷掉 沒有那麼快 半一半底下還是熱的 三先生五安 希望沒錯過什麼 應該沒有 他剛剛吃了 你錯過Mina煮麵的過程 但是煮麵過程也是相當順利 絕對沒有什麼慌慌張張的部分 都是非常順利的 我這碗要吃多久 應該一個小時會吃完 我希望是半小時吃完 因為不定他只是麵 沒有什麼樣花時間咀嚼的東西 那個一直含燙的部分 為什麼我的力量進來了 怎麼覺得我會吃到飆累 不會 不會啦 我比較擔心會流鼻水而已 我每次直播播到後面都好想流鼻水 這個辣對我來說還好一般般 第一口吃覺得有辣 然後吃到後面就覺得還好 期待天賴的出現 通常都是吃湯的東西很容易會想醒鼻涕 我每次跟麵麵出去吃飯的時候 吃完飯桌上都會有這麼多衛生紙 大量衛生紙 那我之前以為是因為吃湯的東西 他容易醒鼻涕 然後後來我好像跟他去吃什麼 就是不是湯的東西 那種滷味還是什麼 沒有湯的 然後他還是用了一堆衛生紙 這是哈姆太郎碗嗎 對 我們家族流傳下來的 謝謝太空的花枝精脆 邊吃飯邊包水餃 我吃東西比較不太會喝 配喝的東西 然後衛生紙也不會 就是全部吃完之後 才用 因為我如果噴到 我怎樣可能會擦一下 好像他沒那麼燙可以拿起來 拿起來看起來顏色更辣了 謝謝熊熊的四葉草 謝謝熊熊的四葉草 好吃 現在進來了會以為Mina才剛吃而已 看起來麵還很多 謝謝黑沙的辣椒 麵裡面沒有加青菜嗎 沒有耶 因為我原本怕加別的東西會不辣 不辣 我就是想要被辣到 而且去吃壽司啊我也會加超多芥末 因為我很喜歡被嗆到的感覺 如果是兩倍辣反正可以加起司一起煮 茄子吃過兩倍辣嗎 哈囉小千 小千欠嗆 我知道啊 這個顏色好美喔 誰是M啦 但我覺得這個辣真的 好吃的辣 可以接受的辣 是很舒服的辣耶 糟糕我有點怕兩倍辣了 這個是舒服的辣 兩倍辣會不會那種 變不舒服 我不是很喜歡那種吃到喉嚨會痛的辣 這個是剛剛好 不會到喉嚨痛 吃了會不會頭皮發麻 不會啊 吃了嘴唇會變橘是真的 天然的口紅 你們要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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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被辣兩倍辣應該剛好 我下次直播來吃兩倍辣 但我覺得我可能會 我可能會 我可能會 流鼻水 這個有吃到流汗嗎 沒有啊 這個 辣雞麵我覺得是 就是 舒服的辣 沒有到很 就沒有到很辣 還沒有到想流汗的程度 也不會那種 有一些辣就是會辣到你那種全身 有身體反應可能 覺得心臟跳很快什麼 尾膠之類 但這真的還好 剛剛進來會以為我在吃普通的乾麵 只是顏色特別紅而已 辣到臉會發抖 哪種辣到臉會發抖啊 我要再拌一下 你看它底下更紅 我想吃最紅的這個地方 很多醬的 我的音樂怎麼停了 突然沒有音樂 這真的很辣嗎 我覺得蠻辣的 如果不會吃辣的人 來說算蠻辣的 喜歡吃辣的人會覺得很喜歡 很舒服的辣 不會不舒服的辣 有人懂嗎 舒服的辣跟不舒服的辣 嘴巴越來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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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口乾舌道 我覺得還好 因為它 它 它的那個什麼醬 它是蠻濕潤的 我覺得它嘴唇看起來變兩倍大 我要去拿衛生紙擦一下我的嘴巴 等一下 我要把桌子拿走 你看嘴巴看起來超大 香腸嘴 變成奶奶 對啊 這是它的那個吧 蠟油 還是會有一點黃黃的 小千也吃這麼辣喔 我覺得這個辣我可以接受 下次來吃兩倍辣 好吃 龍哥龍哥五安 奶奶吃辣嗎 我們家都會吃一點辣 只是 他們都是微辣 沒有像我那麼 那麼M 不行我這邊還是好多 我都沾到它的醬 應該是因為我剛才吃太大口 我應該要 但吃這個感覺就不可能好看啊 吃這個要怎麼好看 奶奶的嘴巴 沒有Mina那麼辣 對我是辣妹 我是辣妹賽車手 今天穿得很像賽車手 應該冷掉了嘛 還好 拌一拌底下是熱的 吃完會有性感紅色 嘴巴變超厚 就是 今天穿得很像追殺比爾 追殺比爾是甚麼喔 我沒有看過 吭累無安 哈囉莫無安 我只能說吃這個會覺得很滿足 滿足辣的需求 好樣又沾到嘴角了 油油亮亮的嘴唇 一般我吃麵很容易就膩 在沒有配料狀況下 而且因為這個很辣 所以就可以繼續吃 不會膩 YouTube太誇張了吧 應該是很多YouTuber不會吃辣 但他們就 要去挑戰辣的東西 所以當然會很誇張 那觀眾就是在看啊 誰要看 你挑戰辣的 超普通的在吃 沒有人要看 應該有點小聲 調一下 小先生就在看 那我不是YouTuber啊 我只是一個小偶像 吃的平常在吃的辣的麵 可是麵那個肉來說有一點多 大王麻辣那個應該辣爆 斯亞說他有去吃過耶 但斯亞好像覺得大王跟這個 辣雞麵吃起來差不多 差不多辣度 但我覺得我可以去吃 但是他好像是點中辣還是什麼 你們看我的 我的哈姆太郎 這個哈姆太郎 他已經辣到變橘色了 這個粒粒都變成哈姆太郎了 其實哈姆太郎原本是白色的 因為吃太辣所以被染成橘色 轉圈圈巴哈姆太郎 哈姆太郎這樣轉圈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吃麵了 義大利麵的吃法 其實我剛剛這樣吃就不會沾到嘴巴了 看我現在旁邊都橘橘的 我應該有吃一半了 韓國人吃炸亮麵的樣子 韓國人的東西看起來都超辣 然後都很淡定的吃 哈姆太郎是橘色的 米娜也是橘色的 不是米娜是黃色的 吃20分鐘了 這個麵真的對我來說太多了 哈姆太郎是橘色的 米娜也是橘色的 哈 辣有分化工辣跟天然辣 所以大王是化工辣嗎 真的嗎 我再擦一下我的嘴巴 它抹炭的庞子真搭配 跟什麼 跟麵很搭配嗎 幾乎沒變成 所以我是覺得吃飯很麻煩 我比較喜歡吃麵勝過飯 因為麵的話一條就可以吃很多 怎麼講 就是麵的一條跟飯的一粒比起來 麵的一條應該有十粒米拼起來 那麼多吧 可是飯就一顆一顆的 我就覺得要吃好久好久了 所以我不喜歡吃飯 單純覺得吃飯很麻煩 要咬很久 我小時候就超不喜歡吃飯了 你就覺得要咀嚼是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長到之後發現 其實吃麵還不錯喔 吃麵可以比飯快一點 可以用吸的 可以一次吃一條 也比飯來的快 咀嚼的時間應該一樣 你說一口的話呢 好哥要先離開了 好哥拜拜 不行我要醒了 米娜是黃色哈姆塔 那就是黃金屬啊 吃麵的飽足感沒有白飯酒 是嗎 吃麵會比較快餓是不是 但是我吃麵也不會很容易餓 我蠻不容易餓的 化工辣感覺對身體就很飽 欸大王真的是化工辣嗎 如果對身體不好的話 感覺真的很可怕欸 我的麵開始有點冷掉了 我吃太久了 冷掉就不辣了耶 還是我去微波一下 有人把泡麵再微波嗎 冷掉吃起來不太辣 是也沒有很乾但是 沒有很乾但是 比較沒那麼辣的感覺 小千不能接受18禁洋芋片 我記得之前宿舍有買 我有吃過 但吃一片還好 應該也是要吃很多才覺得辣 大王的是很大條鬼叫不是化工 對啊應該是吧 不然怎麼會賣那麼貴 如果這化工的應該很便宜 你哪有想過粉絲團要取什麼名字嗎 粉絲團要取什麼名字啊 倉鼠 護衛軍 會不會很中二啊 不像天然的辣椒 但是 但是我想大王應該是真的貴的辣椒 因為我最近也有看 有youtuber在介紹很辣的雞排 是用什麼魔鬼椒去做的 那個是真的很貴的辣椒 所以他的單價會比較高 蛤 粉絲團只能三個字 太少了吧 那不然就叫粉絲團這樣 好弱 那不然叫倉鼠軍怎麼樣 現在就是倉鼠國囉 那我覺得現在就很好 遇到日本絲團 好爛喔 而且還只能規定三個字 還只能三個字 那叫倉鼠國好了 那倉鼠軍 那叫倉鼠國好了 倉鼠軍 是我可以改還是你們都可以改 那叫倉鼠國好了 只有我可以改 真的喔 那我等一下下播是改一下 只能改一次了 要改藏族谷好了 我的人 这个好害羞 还可以选黏色 那我要黄色 好酷喔 我现在可以改吗 还是要下播才能改 天哪 我嘴巴真的吃得好脏 而且擦不掉 你看我先拆个拳 尽力五安 也可以改不是人 改不是人就没有人 要加我的粉丝团 三顾毛鲁 但我觉得三顾毛鲁很贵 我知道它是连锁 但我每次经过都觉得 天哪太贵了吧 就随便一个什么 面 网址面好了 一般网址面大概 十块钱是零售价 可是它好像要卖二十块 我觉得也太贵了吧 买不下去了 买不下去了 不是人是鼠 谢谢宽宽的安全帽 谢谢季风亮 挂机宝宝 小鲜蘭就跟我一样 是豆腐 喜欢辣 我的面真的完全冷掉了 吃饱要买到快两百 不觉得卤味就是很容易 随便买就破白吗 特别是青菜特别贵 青菜可能一份就要三十 随便点个两份青菜再点个几下 就几百了 可是明明就没吃什么 我决定去微波一下了 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吃起来不辣 冷掉真的不辣 我去微波一下 上一点 微波三十秒就好了 不然不辣吃起来 整个人感觉就不对了 我现在嘴巴真的很糟糕 一包三十里面 只有寥寥几片叶子 对啊 自己去煮比较划算 从小看爸爸吃来就越吃来 用看的就可以训练辣度 那些羊贝贝的幸运草 我一千纳油我擦不掉了 烦了 很丑欸 我真的很丑 擦不掉 好像可以了 我去拿 烦烦烦了 烫烦烂烦烦烦烦了 等一下我才不会撥三十秒 它好烫 我现在没办法摸它的底部 可是我拿个 我知道了 我拿抹布电着它 太烫了 我電著了 等一下就這樣出門嗎 對啊 我等一下要開跑車出門 要水洗 什麼要水洗 今天眼影怎麼塗到嘴唇呢 他擦不掉 我等一下再補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開跑車出門 開賽車出門 賽車手的裝扮 OK 我要繼續吃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加熱之後是不是吃起來有更辣 走哪條路通知大家不要經過那附近 什麼 我是 我不是危險駕駛好不好 有點太燙了 你得到愛情失之症嗎 還是不辣耶 我發現應該是我 習慣那個辣度了 所以覺得他不辣 大概剩 我也不知道剩幾口 五口感覺可以吃完 賽車賽腳踏車 那個要後製會看起來很厲害 冰箱有辣椒醬嗎 又又又 好 可是這是台式的那種 朝天椒 我怕會破壞這個辣 謝謝私人的安全帽 因為辣也是有味道合不合 我們家的辣椒是有加點蒜頭的 麻痹了 麻痹是好吃啊 代表這個辣的程度可以接受 所以下次可以挑戰更辣的 他最愛吃兩倍辣 我很期待我那個 痛哭流涕的吃面 然後我挑戰完兩倍辣之後 我要去吃大王 一直很想吃 但有點害怕 小和五安 我先繼續拆個群 我先繼續拆個群 敢吃辣的推薦中辣開始吃大王 我也覺得 可是他越辣越貴耶 他的超級辣好像一碗要100塊 只是乾麵而已那麼貴 好像是90還100 不知道有沒有在漲價 去吃的話可以拍V樂 可以可以 但是自己一個人去有點害羞 不知道有沒有人要跟我一起去 挑戰的是500 我應該不行啊 那500的那麼大份 我那一般的泡麵都吃不完 我快要拆拳拆完了耶 我拆完了 勝場有400 400次 等一下 我勝場是401次嗎 410次還好 我想說 我想說401次的話也太難過了吧 都不能 每次都不能整宿 思雅應該會有興趣 那思雅吃過大王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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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愛情生計嗎 好 好 瑞婷跟栗子都喜歡吃辣 真的假的 我以為嘉莉是不吃辣的人耶 他看起來就不會吃辣 其實我好飽喔 我雖然沒有吃早餐 可是 可是還是好飽喔 你們要我跟思雅單挑誰比較會吃辣 不行這個不可以先我們自己拍掉 要等格格的企劃 格格的企劃帶我們去挑戰 我們先拍的不好玩了 大家要跟格格小編敲碗 吃辣的等級跟瑞婷栗子不一樣 你說瑞婷跟栗子是小辣嗎 吃辣比賽 吃辣比賽 還是TB要辦吃辣比賽 結果沒有人要纏賽 我沾到 沾到我的下巴 可以辦粉絲跟MINA比賽吃辣嗎 可以辦粉絲跟MINA比賽吃辣嗎 你們不要逞強耶 好像生死豆新的比吃辣 沒有人要參加 還是要強迫參加 強迫也太不輪道了 吃辣 吃辣 沒有人是施雅的對手 我阿 我是對手阿 我在這裡 吃辣 吃東西每日大家會覺得少一味 對 而且我最近近期去外面吃什麼 東西點大辣都覺得不辣 他才買了這個 但我覺得他沒有讓我失望 他的辣還是很爽的 好多天大辣都欺騙你們的感情 美人對辣的定義不一樣呢 他吃完算兩口 我吃了多了半小時 好像算蠻快的耶 有些辣椒醬只有鹹 一味又不辣 然後真的 魚酒魚酒無安 好壯 好壯 你看 真的有最後一口 我要一口吃完 誒 不然要吃完還可以唱歌嗎 會不會去燒蝦 不是說當歌手藝人 不能 就是表演成不能吃啦 不然會 那叫什麼 表演成 啊對的鎖喉鎖喉 突然想不到他那個吃 會不會 企鵝連續兩個禮拜吃海底拉 太好了吧 真的真的會突然有一段時間很想吃辣 我最近還好在 上個禮拜上上個禮拜的時候 就是突然超想吃辣 然後出去就 狂點很大辣的東西 結果都不辣 就整個人就覺得很不開心 那我去吃海底拉的麻辣鍋 我點大辣 我也覺得不辣耶 那時候就覺得我舌頭一定壞掉 我就一直 尋覓到底有什麼好吃的大辣 快奶奶有叫了一家 臭臭鍋 麻辣鍋 他的小辣就蠻好吃的辣 跟阿姨說要大辣還能再辣 被人問好 我之前也是去買什麼東西 然後 然後他就問我說要加辣嗎 我就嗯 我說大辣嗎 然後那阿姨嚇到 他就 他說 你吃那麼辣喔 看不出來 辣妹都吃很辣 我就 其實我只是 我只是 我只是懶得講話而已 就是 晚上了 很累 然後 通常 那個店家會問說 要不要辣嗎 他說要不要辣 然後我就 嗯 然後他如果說小辣嗎 我也會說 嗯 大辣嗎 就是他不管說大辣小辣 我都會 因為我懶得講話 你們會不會這樣子 就是 老闆問什麼我都好的那種 有些老闆他會問了 然後還沒有等你回答 就 要不要加辣不辣好 我就 就是 就是會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然後就 就點頭了 你要吃什麼 今天要吃牛肉 就是 就是想說應該是老闆推薦的吧 要不要辣大辣 有吃那麼辣 辣妹吃很辣 我只是因為 我只是因為老闆講什麼我都好 所以他其實不管是講 大辣小辣 我都會點頭 嗯的那種 問你要哪個你恩是怎樣 沒有啦 就是 老闆常常都會選好 然後他每次問完 然後自己都已經選好 啊 你要不要辣大辣好 就是他問好自己 就接下去 所以我就只能嗯啊 我就只能嗯啊 整罐辣交給你好不好 其實我有時候就 腦袋反應不怪就 我就很常這樣 就是明明 比如說我今天要去買紅豆餅 車輪餅 然後我就一直想著 好我要買奶油口味 我要買奶油口味 我要買奶油口味 然後走去店裡說 老闆我要一個車輪餅 啊你要什麼口味 紅豆齁 嗯 然後結果就買了紅豆 我就常常幹這種事情 然後心裡就會一直告訴自己 可惡我下次一定要買到奶油的 嗯 就是那種 有些老闆你知道他很 他很熱情 然後可能紅豆是他最推薦的口味 還有 你要一個喔 紅豆齁 紅豆的很好吃 嗯好那紅豆 就是我其實 老闆只是建議 我其實可以點我想吃的 但是我常常就是會被老闆的那個氣勢 你們不覺得做餐飲的那個老闆 那有一個氣勢嗎 就是我老闆被那個氣勢壓過去 然後就 嗯 這紅豆賣不完 車輪餅要加啦 大啦 老闆好像是在哈囉 對反正我就是一個 有時候就是買東西的時候 其實沒有在思考 就是什麼都好 嗯 就是去點什麼 鹹水雞的時候 他很多那種小菜很難選 很難決定 然後就在那邊看的時候 然後老闆就會 就會推薦說 啊這個好吃這個也好吃 然後就 嗯那就這個 我真的超容易被推銷了 我走在路上有時候也會被那種推銷人員攔住 然後說耽誤我10分鐘 然後就耽誤我半小時那種 就好幾次 然後我就很想走 可是就是被攔住了 我就覺得很無奈 我覺得老高說的被控制的那種人 我還沒有看那一集耶 我還沒有看 最近比較忙還沒看 如果問要不要加套餐我也都好 要看 有時候會 但是如果套餐覺得真的超不划算 我會先想好要不要 這樣出門不會莫名的買到對嗎 所以我很少出門啊 你們不覺得 Mina出門就會被推銷 所以我不出門啊 我基本上都是網購 然後如果去全聯之類的 就是買我自己想要的 全聯不會有人推銷啊 因為我平常真的很少去逛街什麼 我不會自己去逛街 不然就會跟朋友一起去 然後朋友都會 幫我擋住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行了不行了 把我拉走 對 不出門就不會買東西了 明智的選擇 腦部很弱 我整個人就很弱啊 我整個人就很弱 只有吃辣的時候很強 我要趕快把最後一口吃掉 最後一口 可是好像還有兩口 我把它塞整一口看看好了 最後一口吃掉 最後一口吃掉 要吃乾淨 吃完 其實差不多半小時就吃完 最後那一口不算 最後一口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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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快要變得好吃喔 好吃 還擦個嘴巴 好紅的 不是好紅 是那個辣油 它擦不掉 你們看連我 我可以沾到下巴的這個 它都擦不掉 可是會有一點痕跡 這要怎麼弄掉 好困擾 沒沾到衣服就好 還好我今天是穿黃色的 沾到也還好 如果穿白色我會撲撲 被辣椒素藍色 對啊 那要洗的 好我等一下下波去洗一下 養師師腳夾囊好 我就倉俗怎麼到會有夾囊啊 10分鐘幫人家一下就好 然後就被騙了 我被騙過一次啊 詐騙集團 被騙過那一次 我就不再輕易相信人類了 感覺還有時間可以唱一下歌 但是我想要喝個水素一下口 我正在那邊去把我的藍牙喇叭拿過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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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來了 然後喝一下水 我等等就卡牌 不知道耶 而且我還拿冰水過來 我還拿冰水 不是說吃冰的也很容易鎖喉嗎 不然我們今天就不要唱太激昂的歌 我們唱抒情歌就好 感覺今天沙發很亂 旁邊都是衛生紙啊 有沒有都是衛生紙 兩張衛生紙 兩張衛生紙 OK 可以來唱歌 我們來唱歌看看 吃完辣的Mina究竟會不會鎖喉呢 有些人喝酒鎖喉有些人開賞 搞不好我是主於吃辣開賞的體質 要唱 要唱你們覺得要唱泡沫 泡沫是低音很難低 然後那個失戀無罪是 是高音 還是不要啊 我怕會成為我的黑歷史 還有什麼情人節有關歌 這禮拜就是情人節 然後今天是這禮拜最後一次開播 所以想要唱一些情人節有關的歌 泡沫也沒多低 泡沫很低 它前面超低爆低 低到那種 分手快樂不要再點分手快樂 昨天已經唱過了好嗎 不知道 Mina黑歷史還少嗎 都是你們在撿的啦 我覺得我要補一下唇膏 唇膏 雖然都要下播了 可是我要唱歌 所以還是要美美的 情人節 對我覺得情人節可以唱的失戀無罪 可是我好怕我現在的聲音 我現在的聲音唱會不會破音 因為我剛才吃很辣 我是不知道吃辣對我來說會不會說好 我是聽說會 這樣塗唇膏之後看起來有比較和諧一點 不會覺得外面那種明顯 應該吧 綠光超難唱的 情人節要祝天下所有有情的忠誠父母 忠誠父母就是祝他們趕快結婚是不是 分手說愛你 是陳芳語的對不對 分手說愛你 我好像沒聽過這首歌 我好像沒有聽過這首歌 藍哥比較熟哪首歌 等一下這是廣告 這是廣告 我好像沒聽過這首歌 喔我有聽過 喔我有聽過 分手說愛你我有聽過 可是我好像不太會唱 那好單純 單純什麼 可是我還不會唱這首 然後 藍哥想點這首 再跟我時間練 分手要很 我知道有一首歌叫好心分手對不對 對 副歌有一點熟 但是沒辦法唱 陳芳語的歌都蠻好聽的 陳芳語他只會唱愛你 愛你然後還有之前有人推薦我一首 很好聽 叫做 喔心動拍拍 我只會這兩首 其他的好像 喔再愛我一天我也會 當然好像只會副歌 愛你嗎 可以唱愛你 愛你蠻高音的 他也是屬於低音高音差很多的 還是我用愛你試試看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給住 愛我別走 也可以啊 愛你其實我唱過 只是想趁機告白 那我唱個愛我別走 愛我別走我是不是也唱過啊 我怎麼覺得我也唱過 我會不會想自有 真的有沒有女版 欸 找到張曉涵的版本 張曉涵有唱 愛我別走 愛我別走是分手的歌 大家就是要點分手的歌啊 情人節大家就最愛點分手的歌 奇怪 那有沒有歌詞啊 沒有歌詞 那我找個女版 生氣的 情人節你們就一定要點分手的歌 超不甜 好我們來唱個這個叫做愛我別走 什麼時候進歌啊 他這歌不是伴奏版嗎 他是伴奏版所以他進了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進歌等一下 他什麼Key啊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進歌等一下 這伴奏版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進歌 一會兒 已經進了 什麼時候 我們再聽一次 但是我不太會唱耶 我看有馮提莫翻唱 那聽一下馮提莫 他的聲音應該跟我差不多 謝謝大家的禮物 謝謝大家的禮物 直接連這個都cover 等一下 等一下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沒有唱主歌 他為什麼沒有唱主歌 他直接就 直接就唱副歌了 好沒關係 你不愛我 不要聽見你真的說出口 再給我一點溫柔 愛我別走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不要聽見你真的說出口 再給我一天溫柔 一開始是姐夫哥 這個時候還是一樣 夜裡的寂寞容易叫人悲傷 我不敢想的太多 因為我一個人 因為我一個人 迎面而來的月光拉長聲音 滿無目的的走在冷冷的間 我沒有你的消息 因為我在想你 愛我別走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不要聽見你真的說出口 再給我一點溫柔 愛我別走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不要聽見你真的說出口 再給我一點溫柔 OK 對不起我前面很不熟耶 我沒想到他一開始就是唱副歌 可是他歌詞第一句是寫 不是寫副歌 所以我沒有準備 對可惡 然後剛剛有人點心跳的證明 可以我喜歡那首歌 心跳的證明 那首也適合情人節唱嗎 我看一下你們還要推薦什麼情人節的歌 向天台的 向天台 我加天台 不是 向天堂的懸崖 欸這首是李嘉威的吧 李嘉威的歌很難唱欸 而且那首歌其實我沒有練過 等一下有時間可以試試 我們先唱心跳證明 我很喜歡這首歌欸 向天台的懸崖 那個人家的天台到底有多可怕 向天台 欸不對 向天台的懸崖 那代表那個懸崖不可怕 跟你家的天台差不多 對欸 是向懸崖的天台這很恐怖 顛倒就差很多 哈囉龍少武安 欸我自己沒有覺得有鎖喉感覺 可能是因為剛才那首Key不夠高 心跳證明 來試試看 還是其實我是吃辣開賞的人 這樣我以後 錄音前我都要吃辣 表演前要吃辣 心跳的證明 試試看 這首還蠻高音的 看一下有沒有開賞作用 我和你的距離 一眼無法看清 所有複雜情緒 莫名的因為你 我以為的差距 是你才有的奇蹟 不過是背對而已 平行線交匯的瞬間 是你才有的奇蹟 每一次再一次 你慢慢的靠近 告訴我 都是心跳的證明 那些回憶 那些回憶 很清晰 誰都不能否聽 在我心中 寫滿你的名 欸怎麼覺得有唱過這首歌呢 開賞開到能唱出 人類都聽不到的 海豚音之類的嗎 目前是覺得還好 可能這首歌Key對我來說也是 算舒服的Key 平平午安 我以為的差距 不過是背對而已 兩個世界的交接 轉過山就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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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你慢慢的靠近 我承認 這是心跳的證明 這次換我走向你 這次換我走向你 這不適合作曲 你是我最難接的一道題 但好像有人說喝酒可以開上 但是還沒有聽過有人吃辣可以開上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你是我唯一想要的決定 每一次再一次你慢慢的靠近 告訴我這是命中的註定 告訴我這是命中的註定 我在酒裡等著你 就不屑而作曲 你是我最難接的一道題 I miss you 我吃辣開賞 有嗎 我也覺得好像 好像今天唱起來還蠻舒服的 真的有人可以吃辣開賞嗎 流人魚的歌應該都很適合我 真的 我下次可以聽聽他別的歌 應該說這首歌的key 對我來說好像還蠻輕鬆的 今天怎麼才唱 我今天唱了幾首兩首歌 已經一點半了 這樣差不多要關台了 可惡還沒有唱到 剛剛有誰點什麼 像天台 不是像 為什麼要把天堂講成天台 還是說天堂對我來說很近 跟我家天台一樣的距離 像天堂的懸崖 我下次 好幫我下次練練看唱 像天台的懸崖 什麼東西啊 天堂跟天台差不多啦 差一個字而已 多想去天台 現在這個正中午去天台應該會熱爆 為什麼要去三重天台集合 三重天台是什麼 是什麼根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的東西 好啦 那今天直播差不多到這裡結束 對不對覺得我吃辣好像可以開閃 可是我沒有唱到特別高音的歌 有點小可惜 不然下次吃兩杯辣的時候 下次吃兩杯辣的時候 再挑戰看看 高音的歌 看到底 我也蠻好奇 自己吃辣到底能不能開閃 好啦 下次要下個禮拜了 對 大家下禮拜 迷迷空前吃辣一波 吃完直接變海豚 不然下次吃完辣再唱 你是那個 有什麼歌 李佳衛歌 Key都很高的 還有什麼 失戀無罪 禮拜六明明空見 好喔 大家掰掰囉 啊 要先念個排名 今天 從第十名念喔 今天的第十名是 欣盈 謝謝欣盈 第九名是 謝謝 第八名是田中 謝謝田中 第七名是 太空 謝謝太空 第六名是 豪哥 豪哥走了 第五名是 Aquila 謝謝Aquila 第四名是 熊熊 謝謝熊熊 第三名是 孝賢 謝謝孝賢 第二名是 不想上班 謝謝不想上班 第一名是 蘿莉郎 蘿莉郎丟了兩次夢幻 因為我都沒有中獎 可惡 可惜 大家下禮拜見囉 或是禮拜六見 大家掰掰 田中掰掰 茄子掰掰 羊熊掰掰 白飯掰掰 大家掰掰 下午上班加油 歡迎戰士掰掰 羊熊掰掰 明明痛見 小明掰掰 欸我真的覺得吃蠟開嗓欸 我現在聲音 超開 黑掉掰掰 小蛋掰掰 姊夫掰掰 下嫌掰掰 蘇菲掰掰 蘇菲掰掰 你我心中寫滿你的名 你我心中寫滿你的名 掰掰 咖啤 好